大家好,ST到我之前介紹完韓文田篇 今次就會介紹黃布篇 對啦,那真是光堂現身紀念車票的黃布篇 拿回韓文田的作為對比 不用了,不用了 又麻地韓文田黃布,韓文田現在變了1點 以其餘的兩個藝術品來做封面 在歷史與想像 同一個,同一個藝術品 都是在歷史與城市 在歷史與想像 名字都背不到 後面 這次不同了 打開卡圖 來看看 都是黃色的,雖然它是藍色的 雖然它是藍色的,但都是用了綠色的 還有一些黃色,黃和綠 黃布呢 黃布,毛不治 應該是跟車站的吧 我不知道 我忘記了 鐵雷點零,黃布 然後 鋼鐵 鋼鐵 先挑起鋼鐵 地區簡介 由昔日的大型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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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漸漸化線 成為住宅區和什麼 對照 漸漸化線為 財宅 住宅 與商業 與一身的黃布社區 隨著觀塘線的延伸 由油麻地 途經何文田 可跡達黃布總站 喂喂喂 你沒有說有些車以何文田為美站 我要轉一次車的 這段時間 有二分一機會 要轉一次車才黃布的 哼 機位市民 大來 變質的鐵路 服務 亦可讓社區 大來 換言一身的 景象 黃布站 設於黃布區內 人流密集的中心地段 衛城客和居民 提供各條通道 連系車站和輪近 商場和住宅 正常的連接一下商場 AonStyle 黃布站除了積極綠化外 有什麼 因為有人覺得它有綠化 我不太說 它那麼小 有哪一塊可以綠化 跟著有藝術元素 這個真的 利用社區藝術 呈現 社區歷史文文化特色 為乘客帶來更舒適 和圓木的乘車環境 這次就有 有一隻黃布號 這是什麼廟 這是什麼廟 什麼廟 等一下 有沒有廟 5號 哦 福德古廟 接著有一堆大廈 黃布花園 二旗 八旗 哪個二旗 哪個八旗 我完全不知道 像到這樣的 醜樣 哦 這個是八旗 這個是二旗 OK 還有一堆大廈 1 2 3 4 5 6 7 8 9 十幾旗 痴痴 好像是 差不多 呃 出口 沒有了 地圖 幾格式 啊 4號 就是 黃布新村 5號 得古 呃 福古古 福德古廟 哇 很難讀 福德古廟 3號 黃布花園 二旗 二號 黃布花園 一號 黃布花園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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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兇了 哼 對 它是同一個作品 對 那作品介紹 再至歷史和想像 好 這次沒有說用單側色月台 之前呢 浪費了命 八層嘛 現在只有兩層又不說 唉 那 主題 哦 對 居民和學生 很小的 畫到 畫到小包很可愛 好像 還有一些人的東西 很恐怖 還說哪些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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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的 那麼 隨便拿一張票出來看 對了 嗯 拿一隻船 一隻出來 看 怎樣拿我出來 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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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這個 那就是一條人 挖著一隻船的 船上面有一堆樓 跟著一個碼頭在後面 舊啊 好 我真誇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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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經常忘了他們自己說 脫離現實 太過 抽象 對 太抽象 太抽象 總之 側邊 指著 尾尾尾 nor 你看不到 不好意思 旁邊指著 後尾尾那點 不是中間那點 不是側艋那點 比江表 很大壓力 一隻船 挖著這麼多棟樓 對吧 臨東 我不會太陽 喂 你不會 不要叫我讀他 grands 發票都行一個月內有效 單程乘搭港鐵一次 機場快線東鐵頭等羅湖落馬州 輕鐵港鐵巴士 港鐵接駁巴士除外 如果在尖沙咀和尖東站轉車 就買多一張車票 繼續行程 那你一買完一篇 就已經可以 可以搭完 可以搭到一程 你買一篇有兩張車票 那你不可以轉車 那就用完這篇 售出的車票不可以向港鐵退款 以及不可以轉讓 車票是扭作紀念 插票就插票就插票 插票就插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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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你自己看到的 這篇比較好 這部機對焦比布聯想好 好 今次的車票和卡套 的介紹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